中国古代 欲言故事 寝心未然 从前有个自称是极聪明的人 但是总是凭着侥幸的心理 而且还很爱自吹自雷 说得多了 邻居们慢慢都很讨厌他了 觉得他整天不学无术 只会吹牛皮罢了 谁也不愿意理睬他 可是这人却总是不甘期末 生怕受到别人的冷落 见邻居都不愿理他 于是就想出了一个 哗众取宠的怪点子来 这一天 这个人爆来火盆 放在柴堆下面 自己则爬到柴堆顶上 睡起了大觉 他的这一危险举动 被一位好心的邻居发现了 吓得不由分说将他拉了下来 大伙这才没有把柴堆烧起来 这人不但不感激邻人的救命之恩 反而逢人就宣传说 睡在底下有火的柴堆上面 是很安全的 不过 邻居不但不为他 这一英勇举动所感动 反而更讨厌他了 其实这不过是苟且偷安而已 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我们对一些事情要防患于未然 绝不能抱有侥幸心理